我理解他最后讲的就是一个很绝望的一个 一个就是那个所谓 那个黄仁玉讲的 说中国好像是没救了 你看这个明代那么多的人都失败了 好像现在实际上我理解 现实状况也是令人绝望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也的确是这样 回过头去看呢 其实也不光是我们有过这种时刻 这个历史上所谓的至暗时刻 这很多民族都经历过 有些人实在觉得受不了就自杀了 比如那个二战前的赤威格 因为看到那个好像自由民主 好像没什么希望 不是左的极权就是大林 就是右的极权就是希特勒 当时整个这个世界上都弥漫着那种民主自由失败 极权势力膨胀这种 他觉得也没有受不了就自杀了 其实人类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曾经有过这种情况的 而且我老实说我前面 我前面不管是 我前面讲到 我前面讲到那个人文世界 人文的那个过程和物理过程是不一样的 物理过程我们可以讲必然性 人文过程我们是很难讲必然性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从宗教的眼光看你当然也可以说 无论人文过程还是自然过程都是此岸世界的东西 那么此岸的世界的东西是不是都可以自明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纯粹人文的领域 或者纯粹自然的领域去完全解释它呢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所有的困惑啊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一句话 就是这个人类 我们都希望推动人类越来越文明 但是人类的越来越文明和自然界的越来越复杂 其实都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比方说吧 我就经常觉得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 或者叫做商增加定律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就是整个 如果我们不考虑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力量 仅就我们可以知的那些物理现象而言 基本上不要说人文世界就是自然世界都是没有希望的 它肯定是会走向所谓的热计 走向越来越混乱 任何高级结构都会被低级结构取代 任何复杂结构都会被混沌结构取代 最后宇宙的发展就是什么希望都没有 就是万劫不符的所谓的热计 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宏观 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宏观呢 就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看 我们也的确是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能用物理过程或者人文过程来致命的 比如说生命的发生 而且我甚至我刚才一再讲概率 我讲概率的时候还是讲此案世界的 那么其实如果就概率而言我们也很难说很难解释一些事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60年代中国发现什么人工合成胰岛数 大家觉得这是个非常伟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工合成蛋白质是多么多么的困难 是吧 这个宇宙中的物质中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变成氨基酸 变成蛋白质 那个概率几乎都小到零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无机物变成蛋白质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蛋白质产生了以后它面临的破坏的条件是极其充裕 热一点冷一点或者碰到酸碰到碱或者碰到什么 有一万条理由决定了蛋白质存在不下去 但是没有一条理由似乎可以说这个蛋白质怎么会产生 但是这个蛋白质不断产生了 是吧 假定我们说蛋白质的产生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 是吧 那么无论怎么小它总不是零吧 是吧 比如说一万年不够十万年十万年不够一亿年一亿年不够十亿年总是 概率总是不是零 但问题就在于蛋白质的破坏的概率又是非常的高 是吧 如果你过了十亿年假定偶然产生了蛋白质 但是蛋白质随时随地都会受到破坏 是吧 它破坏的概率非常的高 是吧 生命的产生是不能致命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不能致命的 现在很多人都说那个那个野蛮战胜文明 哎呀 多么使人绝望 其实你从常识看 本来这个人类社会如果就我们已知的这结构看 不是大家都知道君子斗不过小人吗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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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好人斗不过流氓吗 是吧 嗅才欲见兵 有理讲不清吗 是吧 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在相同条件下 是吧 当然如果你文明的人有枪炮 有有有更高级的科科学手段 这个另当别了 但是如果没有 是吧 比如说假定有假定有两方 一方很野蛮不得手段 另一方他是文明的 他既然是文明的 他的手脚就会被束缚着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是不能做的 是吧 但是对方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 那么如果双方的那个其他条件 比如说技术条件什么别的条件都一样的话 那么你怎么能够思想这些文明的人类能够打败 文明的一方 能够战胜野蛮的一方呢 是吧 这就像一个 这就像一个 这就像一个我们把一个紧紧有序的排列成某种高级图案的一个 一个杀罐子 是吧 如果我们不停的摇晃 是吧 那么最终他只能越越摇越混乱 不能越摇越 那个那个那个有序的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其实说简单 说的简单点 就是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进步是非常之稀罕的 非常之那个那个那个什么的 是吧 我们也不要说我们现在有多么多么绝望 其实如果从那个 无论是人文过程还是自然过程的本质看 它本来就是毫无希望的 是吧 你说一个混沌世界中产生生命的希望有多大呢 你说一个蛋白质进化成 一步一步的进化成现在的这个人类 它的希望有多大呢 你说人类从最早的那个 如毛银血的时代 进化到现在这个 它希望又有多大呢 是吧 但是它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过程就是 它还是一步一步的发展过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知的 是吧 所以我倾向于 这个无论是自然过程还是 还是能 是吧 其实还是有一种 我们不能认识的一种 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起作用 是吧 所以老实说我可以坦率的讲 我不是唯物主义者 是吧 因为唯物主义不仅不能解释人文社会的变化 甚至他都不能解释自然界的变化 是吧 呃 这个 这个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但是 呃 你刚才就提到了 你刚才 呃 我也知道 呃 无论是你还是赵小 现在都是基督徒 是吧 你刚才也提到 你认为这个 你认为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英国的这个变化是 呃 是是是是 呃 不是偶然的 呃 你其实从你刚才的语言讲 几乎就认为是必然的 因为他得到了神的保佑 而神的保佑又主要是因为 那个威克里夫翻译了 呃 圣经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关于基督教 关于各个文化流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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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用的资源 呃 或者说有些所谓的糟粕 我们都可以做无休止的分析 呃 都可以找出一些 呃 一些一些根据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这 是吧 因为假如你说 威克里夫 呃 呃呃 呃 出版了英文圣经 如果我们把这个圣经紧紧理解为文本 是吧 也就是说有了这个文本 呃 神就光 呃 就照顾了我们 但是如果没有神好像就是光辉就照不到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要问了 那么 圣经原来 他不是用英文写的 大家知道旧约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是吧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是吧 那么希腊人 西伯来人应该不存在这翻译的问题吧 是吧 他们是掌握了圣经最原始的语言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现代化最早产生的呀 是吧 呃 何况就你讲的威克里夫而言 他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个当然我也是知道一点 而且这个不仅涉及到威克里夫本人 还涉及到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 是吧 呃呃呃 他这个那个所谓的 他的历史作用问题 其实 其实啊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 呃 威克里夫如果你具体就他这个人 当然你刚才引了他的几句话 你就他的整体思想而言 他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所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那就是非常强调呃原始 呃基督教原始宗教社团的那种 公有制教权主义 那种那种非常严格的啊 就是那种呃 那种东西 是吧 那种东西其实往往如果我们只是从 语言中做垂论的话 他引申出来的并不是现在 英国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 恰恰是很像社会主义的 所以威克里夫和受他影响最深的 在禁礼派 在马克思主义的呃 史学中啊 受到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那个呃 不仅是威克里夫了 这宗教改革中的很多新教的先驱人物 比如说意大利的萨沃纳罗拉 是吧 那个包括英国的呃 威克里夫还有呃 比如说那个呃呃 德国呃 十六世纪所谓的大农民战争时期的一些像敏财尔这样的人 是吧 他们坚持的都是呃 所谓原始基督教最 基本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那个早期宗教社团的那种呃 高度统一高度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就是呃 一切东西都是共享的什么什么呃 讲的简单点就是理想主义而这个理想主义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理想主义在当时的宗教社团中是有强制性的 这一点呃 这一点恐怕是不容否定的 是吧 因为人类早期实在其实都是这样 如果真的要讲这 如果真的要说这个东西起了决定性作用 那恐怕英国现在恐怕就不应该是一个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 是吧 而是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 是吧 也正是这一点 所以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维克里夫敏财尔萨沃娃娜 是吧 你既可以做出一个和现在的英国走向一致的解释 也可以做相反的一种解释 而且我们知道呃 从维克根斯坦以来 从索旭尔以来呃 呃呃 呃呃 西方各国的那个西方的哲学有一个所谓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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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如果你引几段语录来说明 它会起什么样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都是很难说的 但是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刚才赵小讲 现代化应该起源于荷兰 还是应该起源于英国 有一点都是很明确的 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 宗教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两个国家又恰恰是新教国家 所以很多人都说新教是资本主义的 或者说近代社会的一个推动器 刚才谈的还不是 刚才谈的还是一般的基督教 现在又回到一个基督教中的 一个具体的教派 就是新教了 但是我觉得 就像我刚才分析维克里夫一样 我觉得即使他们起了这种作用 你也很难从那个 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教义中 去探讨这种作用的 实际上啊 我认为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 基本上就是它符合 人类中的一些根本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人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人是需要自由的 人有自由意志 是吧 这一点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刚才赵小已经讲了 但是为什么虽然有人都有自由意志 虽然人都希望有自由 我经常讲一句大词话 就是每一 无论哪一个民族监狱都是要上锁的 如果不上锁 犯人都跑光了 是吧 也就是说 人们都是不愿意被关起来的 人们都是愿意自由的 是吧 但是自由又总是得不到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虽然人人都想 寻求自由 是吧 但是 自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用经济学的语言讲 它的外部性是最强最强的一种 公共物品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任何一种你追求的东西 你付出了努力 你就可以得到 别人不付出努力 别人就得不到 于是 你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这个 你就愿意付出努力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私人物品 但是 这样的私人物品 它可以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可是公共物品就不一样 是吧 公共物品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三个和尚没水吃 是吧 那么西方也有一个说法 叫做打电车 那么在 这个 现代化的过程中 或者我们讲的简单点 就是讲的 在追求自由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难的一个是什么呢 最难的一个就是 怎么克服这个自由打电车 这个效应 我觉得现在我们做再多的启蒙工作 是吧 跟大家讲自由多么值得 追求自由多么重要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我觉得 这些说法很有用 但是不能起根本的作用 道理很简单 每个人都需要自由 实际上是不需要启蒙的 是吧 但是人性中有一个很恶劣的一点 就是第一 人们不愿意尊重别人的自由 是吧 第二 人们虽然希望自己自由 但是希望达便车 由别人为自己来争取自由 是吧 那么很难有人同时超过这两个 很难有人同时卖过这两个坎 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你能卖过其中的一个坎 是吧 比方说 这个 呃 我们都认为 我们都想自由 但是我们希望打便车 那么有些人他就是勇敢的人 他不打便车 他自己主动去争取自由 是吧 可是大家知道 我刚才又讲了 人性中有另外一面 就是人们都希望自由 但是很难尊重别人的自由 那么尤其是这个人 他成为争取自由的功臣以后 他往往会认为 他比别人更有资格 得到更多的自由 这就是那个 呃 奥维尔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呃 那个1984年里头讲的 啊 人人都平等 但是有些人更平等 是吧 或者说人人都自由 但是有些人更自由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自由战士本身 就会变成新一代的专制者 是吧 所以我曾经有一本书啊 叫做 词典自由 是吧 呃 如果用基督教的语言讲 我觉得啊 那个 呃 我们讲基督教教义的人 就像我们现在做启蒙的 呃 讲那个自由理论的那些人 呃 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是神学家的角色 但是实际上啊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过程中 起作用的并不是神学家 而是圣徒 是吧 所谓的圣徒 就是用某种宗教精神支撑着 是吧 他们有 呃 超越性的追求 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不是此岸世界的东西 而是彼岸世界的东西 这种追求使他们能够同时摆脱我刚才讲的这两个门槛 是吧 第一 呃 他们呃 不存在着 第一 他们呃 不存在着达便车思想 是吧 他们就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 是吧 第二 他们为自由付出代价了以后 他们又不因此要求自己的特权 是吧 呃 要求呃 那个没有付过代价的这些人也和他们一样享有啊 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的自由 讲的简单点 什么叫自由呢 自由就是允许别人平庸啊 就是允许人们平庸 自由就是允许人们不信仰 自由就是反对强制崇高 是吧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三点 那就不能说是自由 是吧 比方说 那个伊斯兰的那些 那些强制行为 他们的理由都是崇高啊 是吧 他们都要强迫别人崇高啊 是吧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所谓的自由 他就是一种 呃 从本质上来讲 他是世俗主义的 呃 所谓的世俗主义就是说 呃 他反对 强制崇高 他要允许别人有平庸的权利 允许别人有不信仰的权利 但是问题就在一个最大的矛盾在于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平庸的 你就根本跳不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这个 这个困境 是吧 呃 我曾经在这本书里头 呃 就用了一句话叫 众人皆知奴役苦 三个和尚无自由 是吧 那么 怎么才能摆脱这个 这个困境呢 其实宗教精神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宗教精神 不是某一条教义 是吧 这个宗教精神可以来源于 呃 新教 也可以来源于 呃 那个天主教 甚至来源于儒家都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总要有一条 就是 呃 所谓的世俗主义就是说 呃 他反对强制崇高 他要允许别人有平庸的权利 允许别人有不信仰的权利 但是问题就在一个最大的矛盾在于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平庸的 你就根本跳不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这个 这个困境 是吧 呃 我曾经 呃在这本书里头 呃呃 就用了一句话叫 众人皆知奴役苦 三个和尚无自由 是吧 那么 怎么才能摆脱这个 这个困境呢 其实宗教精神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宗教精神 不是某一条教义 是吧 这个宗教精神 可以来源于呃 新教 也可以来源于呃 那个天主教 甚至来源于儒家都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总要有一条 就是你要为呃 大家的自由而奋斗 而且这个奋斗的结果 你自己并不能够比别人多得一份自由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需要有一种超越的人格 是吧 呃 自由是一个世俗制度 但是争取世俗制度的过程 却需要有殉教精神 是吧 这就是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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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督教 是吧 尤其是呃 呃 在呃 争取自由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是有强调的强烈的宗教信仰 有强烈的宗教现身精神的人 是吧 呃 这个我觉得呃 我们如果真的要谈呃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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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啊 哪怕所有的人都有现代思想 但是只要你跳不出这个框框 你仍然不可能实现呃 现在化的变革 现在化的变革 因此啊 我觉得呃 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吧 因为呃 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种超越精神 的确是需要有一种 那个信仰 是吧 呃 而且这种信仰呃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呃 他可以自律 但是不能律人的 是吧 我呃 我在这本书里头 呃 有一个一个对子嘛 就是那个 那个呃 呃 那个高调再高 苟能律己 却呃 顺物律人 高益无法 是吧 低调再低 是吧 呃 持守底线 呃呃 呃 低调 低调再低 呃呃 呃 不许你什么 呃 低 低义无害 是吧 也就是说呃 你可以是平庸者 是吧 你可以不现身 但是你不要去抢别人 你可以是高尚者 你甚至高 非常高尚都行 我很反对一种说法 我认为呃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 他们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中 很多极权主义的罪恶 是因为理想太高调了 是吧 呃 有些人是乌托邦 他们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世界 呃 他们不够现实主义 所以造成了很多灾难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吧 什么叫做现实的呀 什么叫做不现实的呀 是吧 很多人都说 你讲的这个自由民主 就是不现实的呀 就是乌托邦啊 我怎么能够去反对他呢 我能够说自由民主 百分之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吗 老实说 我做不到这种论证的 是吧 但是我要说 是吧 你再高调 只要这个高调只能绿 绿体 而不能绿人 那你再高调都无害的 你是乌托邦 呃 你是乌托邦 其实也不妨碍 是吧 包括威克里夫 包括你刚才讲的很多人 包括你讲的很多人在内 他们追求的东西 他们难道实现了吗 是吧 没有实现吧 但是也没有造成灾难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呃 早就有人分析过 他是盛产乌托邦的国家 是吧 从殖民时代起 一代又一代的 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是吧 像那个什么欧文啊 呃 贝拉米啦 呃 什么什么 卡贝啦 呃 还有那个俄国的呃 呃 空想社会主义者 check off 司机啊 是吧 等等等等 他们都跑到美国去搞 呃 那个什么新邪和村呢 之类的这些东西 是吧 美国是世界上最盛产乌托邦 呃 实验的国家 但是这些乌托邦都是志愿者的实验 他们没有强迫别人 是吧 他们如果做成了 那是人类的福音 他们没有做成 也不会是什么灾难 所以我觉得 乌托邦本身并不是一个什么 呃 罪魁祸首 何况我们如果要承认人是理性是有限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承认 什么是乌托邦 什么是能够实现的 我们判断这个事情的能力本身就是有限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关键还是 呃 理想主义不怕 但是这个理想只能律己 不能律人 是吧 那么在现代化过程中啊 呃 我觉得现代化的道理自由如何 呃 如何好 这是很容易认证的 但是为什么真正能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那么少呢 真正的现在化那么可遇不可求呢 其实说穿了 就是呃 一个民族能不能出现圣徒 老实说 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不能推论出来的 这个事情只能靠呃 讲的简单一点 只能靠运气 是吧 但是我相信了呃 自然界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总还是有一种呃 这个这个这个明明之中的一种力量呃 呃 在起作用的 当然这种力量 他一定要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尽责任的基础上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所谓的 主救 自救者 是吧 呃 这句话被认为是 呃 新教的伦理 其实我觉得啊 一切呃 呃 这个这个 真正能够有成就的文化 都可以发掘出呃 类似的这些呃 道理来 是吧 呃 所以啊 我这里要讲 从广义的讲 角度讲 我肯定是一个宗教徒 但是呃 老实说呃 具体到某些教义 我因为受到那个语言哲学的影响 我觉得呃 教义本身并不是太重要的 是吧 而且老实说 因为我是自由人 也不愿意去收什么教会的俗赋 所以我也呃 不会去加入某一个教会 啊 但是我的确相信 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冥冥中的呃 那种力量 是吧 我们可以实现啊 我们呃 呃 这个那个目标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